2022年中国机床创下历史 以1823亿元的生产额拿下了世界第一 连续多年蝉联桂冠 而且比后面的日本和德国加起来还要多 但是这个辉煌数据的背后 却藏着一个赤裸裸的真相 中国的高端机床仍然需要依赖进口 机床成为了中国最容易被卡脖子的领域之一 而机床作为制造工业设备的机器 飞机 航母 光刻机 战斗机等等都离不开它 作为工业母机 甚至连机床本身也是由机床生产出来的 可以说如果论芯片是制造业最高的塔尖的话 那么机床就是制造业最基础的地基 没有地基 中国制造业连大而不强都很难支撑 那中国机床这样的现状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呢 大家好 我是大黄 2010年左右 中国机床先后收购多家外国机床企业 有两家企业寄生世界前世 其中沈阳机床的销售额还登顶过世界第一 当时中国机床企业如日中天 很多人都以为中国机床将重现其他制造业的辉煌 结果这种辉煌仅仅维持了10年时间 就兵败如山倒迅速落寞 如今沈阳机床早就重组整顿 世界前世机床企业当中也没有一家是中国的 中国机床向了高端全部失守 终端苦战低端内卷的残酷竞争当中 那么问题来了 中国机床是如何突破封锁 又是如何迅速衰败 未来又该如何突围呢 今天这期视频 我就想跟大家一起好好分享一下 中国机床这些年的生死臣服 说起中国机床 它的发展相当的不容易 我们比西方起步要至少落后了50年以上 世界上第一台现代化机床 单身在1797年 由英国发明家亨利·莫茨利制作而成 它的结果非常的简单 有丝杆光杆以及可以移动的刀架 用它可以制作出来很多种螺丝 那莫茨利也因此得到了机床支付的称号 然后在西方经过几次工业革命之后 机床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 在1950年代就发明了数孔机床 那在相比之下 中国机床的起步就要晚得多了 在解放前 中国没有成熟的机床 不过一些流洋归来的学者 通过模仿制造出了一些简单的机床 所以中国机床几乎是在一片空白当中起步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国急需恢复工业生产 而机床作为工业母机 自然也是重重之重 需要优先发展 那1949年 沈阳第一机械厂就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六尺皮带机床 那1951年 北京机器厂也研制出了18顿纵的炸齿机 它也被称为新中国创造的奇迹 然而这两台机床的结构也非常的简单 用途也是有限的 基本满足不了百费代心的工业发展 所以1952年的时候 北京就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工具机会议 各路专家和学者云居一次 开始了中国机床工业的第一次探讨 那同一年9月 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和中国第二机械工业局相继成立 由他们管理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和规划 其中机床就归二局管理 中国这才开始集全国之力发展机床产业 1953年的时候 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之下 中国将全国18家重点机械厂进行了整改或者新建 由他们负责机床的技术公关和生产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18罗汉 中国的机床兴摔与这18罗汉息息相关 可以说他们生产的机床为各行各业持续输血 支撑着中国工业的快速崛起 那其中位列罗汉首位的就是沈阳的第一机械厂 它创立于1935年 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车床制造厂 1953年的时候 沈阳第一机械厂正式更名为沈阳第一机床厂 并且被列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 被大家亲切的称为沈一机 那由沈一机带领的中国机床主力军就这样搭建了起来 有了他们中国机床才有了攻坚战的主力军 当时中国机床技术主要是来自于苏联 但是有很多熟悉苏联工业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他们生产的装备都是大老粗 大部分工业产品是能用的 但是绝对不好用 在机床上面其实也是如此的 从苏联进口的机床不仅声音大 而且操作流程复杂 总之效率是非常低的 因此中国虽然引进了他们的技术 但是我们还是决定要自己进行改造和升级 那1955年 沈一机经过了无数次的努力 终于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车床 C620-1车床 这台机器的性能 相比苏联机床更符合中国工业的需求 所以很快就普及到了全国 那在巅峰时期 C620-1的车床的市占率 已都达到了80%以上 属于国民级别的车床 那为了纪念它呢 中国也将它复刻在了纸币上面 也就是1960年版的二元纸币 俗称车工两元 当然C620-1车床不是高性能车床 但是它的单身呢 足以让我们的车床人信心倍增 于是在此之后 有越来越多的机床厂 开始生产出了不同的机床 中国机床也开始从萌芽 转向了茁壮成长期 开始了国产替代的热潮 1956年 为了帮助机床企业减少负担 中国第一机械部呢 就成立了北京金属切消机研究所 由他们负责机床的零部件的设计 研发和试验 然后提供给全国各地的机床厂 那北机所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研发出了大量的机床配件 比如工具 模具 以及附件等等 并迅速的将它们推广到了全国 那由他们关联企业生产的各种零部件 就占到了全国的90%的份额 这些零部件加在一起呢 就帮助中国实现了80%的机床零部件的国产替代 那有了北机所和机床零件的支持 18罗汉的压力也顿时就小了很多 他们生产的机床的种类呢 也就越来越多了 产量呢 也越来越大 各个机床厂呢 都有了自己擅长的机床类型 比如呢 大连机床的万能产床 G2机床的龙蒙跑床等等 他们呢 都非常的有特色 那这些机床和配套厂的诞生啊 让中国机床开始成长为一个 具有独立发展的行业 中国机床呢 正式步入了高速成长期 在这之后呢 他们开始向技术难度更高的 数工机床发起了冲击 其中北京第一机床厂率先取得了突破 此前由于数工机床生产更加的稳定 而且效率更高 并且呢 精度也很高 因此啊 西方国家对它实行了严格的禁运 不但不卖给我们 就连资料呢 也不公开 那没有办法 北一机的研发团队呢 就只能自己钻研 那刚开始的时候啊 因为缺乏信息 他们连怎么样入手都根本不知道 而恰巧也是在此时 有个巧合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次 北一机的同事从苏联回来 他带来了一张数工机床的广告传单 这张传单上的信息啊 很少 只有一张图片 外加几个机床的性能参数 但是对于研发团队来说 却是一个十足的惊喜啊 因为当你什么都不了解的时候 参数就可以成为唯一的目标 是一个照明灯 于是他们就根据参数进行了逆向的推测和技术公关 那没过多久呢 1958年 中国第一台数工机床就正式诞生了 代号 X53K1 而此时 国外的数工机床也不过才刚刚诞生没几年 可以说 此时呢 我们就把两者之间的差距啊 缩小到了十年以内 而就此呢 中国机床也完成了从人才团队 普通机床 树供机床 机床零部件的诸多要素的准备 具备了崛起的条件 开始布局精度更高的精密机床 1960年呢 中国成立了高精密机床的规划专家小组 专家组呢 就制定了50多个高精机床的发展规划 在这个规划的帮助之下 我们的机床呢 初步拥有了高精度机床的生产能力 那到了1960年中期 中国外部环境变得恶劣 为了应对不利的局势 中国呢 被迫开始了著名的三线建设 将重点工业呢 转移到了以中西北为主的内地城市 大规模搞工业呢 需要大量的机床作为保证 那中国机床啊 作为排头兵之一 当然呢 也就身心士足了 所以呢 他们就在四川 甘肃等地方大量的建厂 中国机床产业的规模 也就迅速的壮大了 原本机床呢 年生产能力 只能达到上千台 但是扩展之后呢 机床的产能 迅速增加到了上万台 可以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机床完成了 由小向大的转变 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 但是 在这段辉煌发展的背后 其实还藏着 中国机床的诸多无奈 就这么说吧 当中国被迫把精力 放在规模上的时候 在机床的精度和尖端 数控机床上 自然呢 也就没有多余的资金和精力去钻研 但是 与我们相对的是 国外企业在此时 在机床上的研究 却一直在进步 尤其是数控机床 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这里呢 我们简单的提一下 数控机床的结构啊 有数控系统 驱动系统 传动系统 以及刀库系统等等 那国外的这几大系统啊 基本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 而中国呢 却连一个精通的也没有 也就是说 几年之后 中国与国外的规模差距啊 是缩小了 但是我们在技术上的差距啊 反而是越拉越大 而后来呢 这种差距啊 也让我们吃足了苦头 1978年后 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 大量的工业品进入了中国 其中呢 也包括机床 国内的机床企业呢 就开始不得不与国外的企业 进行市场竞争 而这个时候 中国机床企业技术差的缺点 也被无限放大了 我们生产的机床呢 基本上无法满足高端的需求 数控机床更是落后一大截 那因此啊 国产机床的市场占有率 也一跌再跌 很多企业呢 就被迫进入了转型期 开始引进国外的技术 希望能够借此来夺回市场 但是这个过程啊 也是相当的痛苦 因为国外对数控机床的管框 非常的严格 中国企业只能引进一些低端产品和技术 而且就算是低端的机床 我们的企业想要得到也不容易 甚至要不断的踩坑和忍受别人的轻蔑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吧 1990年代中期 审计花费了上亿元 购买了一项美国企业的数控机床 结果买完他们就耍赖 只给了审计一串代码 并没有真正的技术转移 这就导致呢 审计上亿的资金啊 白白流失了 90年代末 中国一家企业呢 向日本求过了数控机床 结果他们强迫我们签订了霸王条款 不允许我们将数控机床搬运 也不允许我们生产协议之外的产品 否则呢 就会自动锁死机床 让机床成为一堆废铁 那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的案例 这里呢 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总之 引进国外的技术 难度非常的大 小型企业 无力承担 只能被兼并 大型企业 虽然有资金 但是只能在低端挣扎 少部分能生产出中端机床 但是利润也会被外企拿走 中国大量的机床企业 在竞争当中逐渐衰败 裁员 转产 从主 甚至破产的企业 比比皆是 整体机床企业的资产 缩水一半以上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沈阳机床 在这政府的主导之下 由沈阳第一 第二 第三机床厂合并而成 当时 沈阳计划呢 打造一个规模更大 更具有竞争力的企业 来应对国外的冲击 然而 这次合并的效果 也不明显 在进口机床的围剿之下 沈基 依然在亏损 而且 一亏就是十年 不断业务缩水 就连员工呢 都只有原来一半不到 随时呢 都有可能破产 那沈基呢 这还只是中国机床的一个缩影 原本的十八罗汉 以及三线建设当中 诞生的机床企业 大部分啊 都消失了 他们呢 不是被兼并 就是在被兼并的路上 中国机床啊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很多企业呢 都在寻找突围的路径 而这个路径啊 率先就被沈阳机床 和关西友解决了 关西友呢 是机床工程师 他是一路从基层 走上了机床厂 掌舵的位置的 那2002年 沈基呢 依然没有找到盈利的模式 关西友啊 林薇寿命 担任起了 沈基集团的总经营 那作为工程师呢 他对机床产业 就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他看来 中国机床厂的业务啊 太多了 不仅有主营业务 还有配套 以及合作的各种产业 这些产业 有些本身就是负债经营 还需要沈基机床来输取 严重拖累了机床的 经历和资金 因此 在他上任之后 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 将非主营业务啊 全部剥离 选择轻装上阵 那在减少了 不必要的支出之后呢 沈基就开始 展露出了霸气的一面 没有技术和设备 就继续引进 如果对方不卖 那就干脆将企业 一起收购过来 在几年的时间里 沈基呢 就相继并购了 德国西斯 云南机床 和昆明机床 将他们的部分 技术和客户啊 一起拿下 那有了技术和客户呢 沈基的业界 也就开始了突飞猛进 2002年的时候 他们的销售规模 才13亿元左右 但是仅仅5年的时间 沈基的销售额 就突破了百亿关卡 当时世界排名第8位 2009年 沈基销售规模 达到了120亿元 世界排名第二 2012年 沈基更是180亿元的销售额 展下了世界第一的位置 而在他之后呢 中国其他机床企业 也在高歌猛进 北京第一机床上 收购德国瓦德利 西科堡 大连机床上 并购了德国刺莫曼 也因此一度排名 达到了世界前十的位置 世界机床厂 前十当中 就有两家中国企业 这是前所未有的成绩 中国机床的蜕变 也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 那段时间呢 可以说 也是中国机床 最辉煌的时候 但是 当大家以为 中国机床 会一直崛起的时候 现实 却狠狠给了我们一巴掌 2013年后 中国机床企业 开始了大溃败 仅仅五年的时间 大连机床 就被司法机关 裁定重组 两年之后 审计呢 就被迫重组 中国机床 一哥和二哥 同时衰败 让很多人都惊掉了下巴 不禁大闷 中国机床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后来呢 行业里的人啊 经过分析 普遍就认为 是中国机床企业 不重视质量 在我们帮着扩大规模的时候 世界其他机床厂呢 却在修炼内功 往精度更高的方向发展 这种情况 其实和上个世纪 70年代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因此 审计的关系 就成了主要的 讨伐对象 有些人呢 就认为 是他多次豪赌 让审计 出现了巨额的亏损 从而呢 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局面 其实 这么说 不能说错 但是呢 也有点过了 因为当时的环境完全不同 2012年后 中国呢 开始制造业大升级 需要大量的高端数控机床 普通机房和中低端数控机床的市场 越来越小 而且呢 都是中国企业自己在内卷 盈利情况呢 不容乐观 那以审计自己为例呢 作用沈阳 云南和德国三个产业群 但是 他们自己的利润 却非常的低 2012年的时候 审计有180亿的银额 但是利润却只能勉强达到上亿 大部分的利润都被国外的配件厂给拿走了 一台机床的售价要30多万 但是国外的一台受控系统就要25万以上 也就是说 中国一家机床企业每年的利润有七成是被外企给拿走的 所以中国企业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而受控机床呢 属于真正的尖端技术 在国外封锁的情况之下 中国企业必须投入巨额的资金也罢 这对于盈利困难的中国机床来说 明显是非常大的负担 于是不变就是求死 但是变的话可能就会死得更快 这就成为了当时中国机床行业的普遍困境 而关系有带领下的审计呢 就是在主动的求变 作为中国机床的一个 如果他们都不敢向高端发起冲击的话 那么还有哪家企业还能做得到呢 就是抱着这样的思想 所以关系有才开始了技术突围 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也并不想自己研发 因为研发不仅仅需要经费 而且呢会花费巨额的时间 风险非常的高 所以呢他才会收购德国的西斯公司 就是希望通过他们来取得关键的技术 减少研发的进程 然而这种做法明显是不行的 当中国企业做大的时候 美日德等国家呢就亲自出面干预 他们违反市场规律 不让中国收购的企业进行技术接纳 比如审计本来看中的西斯公司 在数控机床上的技术储备 所以呢才会收购 亏损严重的西斯公司 结果收购完就傻了 德国啊以技术机密为由 不允许本土知识转移 而且呢还禁运五轴机床厂 只允许精度大于五微米的机床 出口到中国 说实话这就有点少无赖了 收购钱你不说 等收购完了却站出来干预 这种行为啊 其实和当年美国企业 只给代码不告诉技术原理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收购西斯公司 不但没有给审计带来技术突破 他们呢还得不断的 为这个亏损的企业来输血 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关系我啊 这才认识到了 真正的技术是买不来 求不来的 于是他才痛下决心 要开始自己研发高端数孔机床 于是在2007年的时候 他在上海专门成立了一支研发队伍 负责新型高端数孔机床的技术公关 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 此时是2007年 审计呢 还处于高速扩张的阶段 但是关系我呢 此时此刻 却已经能够做到了 巨烟思维 研发自己的数孔系统 当然啊 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 并且意识到的 当时啊 他就找了很多的国内专家 来带领这个团队 可惜的是啊 那时几乎没有人敢接受 不于无奈之下 他只能找到同期大学的师兄 朱志浩由他来带领一支 非常年轻的研发团队 去做这个事 那关系我呢 对研发团队也给予了 非常大的支持 要钱给钱 要资源给资源 甚至在后来业务亏损的情况之下 还不惜利用高杠杆 向银行借钱 也要支援他们 而这种坚定的输出啊 持续了整整五年的时间 投入了整整的十亿多元 那后来呢 就有人评价说 关系我啊 这是没有研发的命 得了研发的命 沈金没有钱 还要搞什么研发呢 就该老老实实 做自己的机床 那当时听到这个话 关系我也是觉得特别的委屈 对采访的媒体就说呢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因为在他看来 只要能够研发出一款 堪比日本发大科 德国新闻怎样的数控系统 就能够带领沈金 走向真正的辉煌 那当时很多国内的专家 就都不看好他 认为中国机床 根本追不上西方 然而 在关系我的坚持之下呢 他们就真的研发出来了 自己的数控系统 2012年 审计完全自主可控的 智能数控系统正式下线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i5 关系我呢 对此啊 高兴的语无伦次 他说 这套系统啊 比发纳克和西门子 还有先进几年 那我为什么说 它是语无伦次呢 因为西门子和发纳克啊 已经在这个行业里 钻研了无数年 而且呢 经过了市场的验证 底层技术肯定是比i5要好得多的 那关系有呢 作为业内人士 肯定也是知道这个点的 但是 他还是这么说出来了 我猜呢 他这么说 其实是为了增加 国内下游厂商的信任感 但是不管怎么说 i5啊 一定确确是中国人自己的 数控系统 它也打破了国外企业的 多年垄断 无论多差 它都是属于我们 自主可控的系统 因此呢 i5也成为当年 中国机床的热门话题 许多光分媒体 将它作为典型来报道 关系有呢 当年就被评为 CCTV的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i5在打破垄断之后呢 也让外企感到了危机感 于是 他们又再次使出了老套路 散开禁运管制 用低价挤压你的市场 等把你达到之后呢 再提高售价 那这套套路啊 之前呢 就屡试不爽 而i5在推广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这样被干到的 i5刚刚研发出来的时候 各种零部件的质量和精度 还都不太成熟 其实呢 是不适合推广的 但是当时的审计 在业务上 已经面临亏损了 而巨额的原发费用 让他们资金链 有了很大的问题 如果市场被外企占领 那么i5要想市场化 就极其的困难了 于是关系有呢 就做出了两件 让审计后悔不已的事情 一件就是提前将i5 推到市面上 导致i5出现了 漏油机床撞刀等等 那这些事情 在后来也就加上了 国内企业的不信任感 更加没有人用了 只有审计 自己在坚定的支持i5 那i5得不到推广呢 关系就比较着急了 于是他又做出了第二个决定 以租代售 以租代售 在中国科技突破史上 有很多先例 比如中国早期的CTG 就是如此 先用满意了 再付钱 但是审计的以租代售呢 却有点不同 它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 就是直接租赁 就是将i5租借给工厂 收取租金 还有一种呢 就是建立租赁中心 然后企业可以找他们代工 那这个租赁中心啊 就是大名鼎鼎的5D制造股 审计呢 通过与政府合作拿地 然后建设一个具备 装业机床加工的工业园区 按照关系有的规划 审计将在全国制造 数十个制造股 然后呢 就可以做配套服务 这样啊 企业就可以不用购买昂贵的机床 而审计呢 也可以将i5的规模迅速扩大 说白了 这就是机床领域的共享经济 如果能成功 审计确实可以改变中国机床的格局 然而 事与愿违 5D制造股的运作并不顺利 全国20多个制造股 只有寥寥数家是正常开工的 而且利润还非常的惨淡 那这里呢 原因啊 也比较复杂 一部分呢 是因为i5本身的问题 一部分啊 是因为工业园区规划的问题 导致5D制造股的开工率啊 非常的低 资金不能回落 于是 审计的负债就更多了 在数次挣扎之后呢 审计的资金量啊 彻底断裂 再也无力回天了 于是 2019年 审计只能正式开始充足 那事后啊 就有很多人说 关系我和审计啊 是太过冒进了 多次并购 加上研发投入 让审计的资金遇到了问题 但是呢 其实我并不这么看 我认为 审计真正的失败 在于我们整体工业的基础不够 在于资金不够 而不在于 关系有的冒进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啊 树控机床是一个 极度分散的行业 有些企业呢 擅长树控系统 有些企业呢 擅长船动系统 而有些企业 擅长刀具和配件 那一台顶尖的机床 几乎要集齐 许多发达国家 高精健的技术 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 这样的技术啊 不是一个企业 或者一个国家 能够在短时间之内突围的 需要整个行业 几十年如一日的突围和奋战 用省列出的话来说呢 就是制造业突围的核心技术 有三基 也就是基础零部件 基础工艺 基础材料 那当时的中国啊 很少有企业 敢于去触碰这些 他们呢 宁愿购买 也不愿意尝试突围 其实我们说啊 失败并不可使 可使的是啊 连失败的勇气都没有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关系我啊 他不仅做了 而且在战略上 其实也并没有错 只不过呢 他没有成功而已 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去深巴 审计为什么会失败的话 我觉得关键的原因 还是三点 第一点 就是外企竞争 他们通过开放管制等手段 逼迫中国企业 做出了错误的技术 第二点呢 是不重视三级 有了I5输控系统 但是呢 没有注重材料 零部件质量 以及系统的迭代升级等等 盲目量产 导致I5的口碑下滑 那最后一点 就是资金链的断裂 那很多人就说 关系有急于求生 我觉得这是实话 但是啊 也有一定的原因 那就是缺钱啊 省计一家企业 单独承担了 国外数十家企业 需要的技术研发资金 然而呢 还得不到客户的认可 让他们失去了定力 没有打破I5 那如果当时有足够的客户 有足够多的资金支持 I5能否成为一个尖端的机床呢 我们还不敢说 但是省计一定不会盲目的采取 租赁的方式进行推广 一步错不步错 那就更不会有后来的 去额债务了 所以对于I5的客观评价应该是 它不是一个失败的尝试 毕竟它打破了国外的垄断 让他们不敢随意的经营 而且呢 给我们下次机床突围 提供了经验 但是啊 它也并没有关系 我说的那么好 想要打破国外的垄断呢 还需要整个国家的工业的 集体努力 最后我想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中国机床行业的困局和机遇所在 2013年在国家科学大会上 兵器工业旗下的五重集团 凭借七轴五联动重型机床 斩获了国家科技进步而登降 这部最大加工直径 8.5米 承重160吨 定位精度0.02毫米的国制重器 逼时了十年来打造 能将巨型的螺旋桨的声响 控制的与安静的大洋的背景噪音 不相上下 可以说这就是破局 那除了五重不计成本的投入之外呢 还有华中数控 大连光阳等校企名企的创造 华中数控呢 在1994年一成立 就发誓要攻克当年最先进的 五重联动数控系统 如今啊 华中不断激活了五重的战略重器 更在军工航天 汽车制造等高端制造领域 大显身手 还打造了全国第一款AI数控系统 那大连光阳呢 则是名企当中的大国重器 20多年来通过破产式的研发 从软件到硬件钻透了数控系统的关键零件 机床整机的全产业链核心技术 自主率达到了不可思议的95% 让很多业内人士都感到不可思议 但是即便这些优秀的企业 他们呢 依然还是面临着很多棘手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上面说到的 审计同样面临的资金问题 2012年到2019年 华中数扣扣非净利润呢 全是负数 净利润呢靠政府的补贴来出门面 股民啊还曾因此高喊要前董事长 陈吉红下台 那大连光阳呢 还没有上市 但是从其旗下 你登陆科唱版的科德数控 我们就可以得知 其经营现金流啊 三年为富 存货应收账款啊 高企 资金的压力也是巨大 因此呢 也就有人大胜疾呼 国家呢 应该救救机床行业 毕竟这是一个制造大国输不起的领域 那实际上中国扶持的政策 其实也在不断的出台 1999年 国家对数控机床 增值税呢 实施先征后返 历时十年之久 2010年科技部工信部 启动高档数控机床 与基础制造装备的重大转项 2019年11月18日 财政部背景注册资本 1472亿的国家制造业 转型升级基金呢 正式成立了 这个制造业大基金啊 将以更市场化的强力方式 助力制造业关键突破 并立即调研了华中受控 敏家制造等机床企业 那相比政策 业内人士更加期盼的 还是要给中国机床企业 更多的市场机会 也就是说 除了资金扶持的数据 更要给中国的机床业 加速造雪的机会和环境 中国的高端受控机床 还是大多被排除在某些市场之外 包括本土企业呢 也都更倾向于购买外资的产品 连武中华硕这样的企业呢 都坦言 给钱呢 其实不如给市场 他们呢 正在呼吁 希望中国企业 能够给中国机床 更多上牌桌的机会 因为如果产品做出来 没有市场 那么很快就不会再有产品出来了 总的来说就是 业内普悦的认识就是 中国机床产业 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必须要拯救 那对此啊 一些专家学者 也就对于如何加强机床业的发展 开出了一些要方 其中核心的就包括 第一 加速高端受控机床的国产化替代 在战略新金产业 国家重点项目当中 可以明确的规定 要优先采购国产高端机床 在市场环境之下 用市场化补贴 鼓励制造企业 优先选用国产高端机床 让那些有创新 能够突破的机床 尽快的脱困 形成利润振循环 第二就是用投资的方式 打造小而今 世界级的全产业链集群 机床业缺钱缺人缺技术 但是科创版和制造业大基金的设立 为突破困境提供了解决方案 先通过制造业大基金 精选培育一批 专精特心的机床戏分冠军 再通过科创版上市的财富效应 聚集高级技术 高端人才 打造中国机床业 小而今的全产业链集群 第三就是用关键突破的手段 提高中国制造的整体水平 因为一些关键痛点上看上去 是中国机床业不争气 但其实是制造业的整体性短板 像轴承 螺丝不耐磨 背后是软件算法不精深 高端机床的专用芯片 国产的集成低 功耗大 价格贵 则是半导体行业存在的问题 破解机床业的关键痛点 就需要中国制造整体能力的一次涅槃重生 那如此十年升聚 十年教训 中国机床产业 或许就能够迎来转机 那在机床行业 过去这么多年 确实非常的痛 但是如今通过多年的突围 我们的机床 在全产业链上 确实也已经有了一些沉淀 除了审计之外 也就淡身了我们上面提到的 华东重机 秦川机床等等 优秀的机床企业 上游企业呢 也有了华中数控 科德数控 雷赛智能等等 而我们的下游企业呢 就更多了 航空航天 汽车钢铁等领域的中国企业 正在蓬勃的发展 可以说 只要我们的企业能够生产出 足够优秀的产品 就再也不用担心 没有人用了 而资金方面 中国也成立了多个专门的 扶持机床的通道 深圳特别创建了两支工业母记ETF 帮助企业来农资 在三期方面 基础材料 基础工艺 基础零部件 已经成为了国家下阶段的 重点发展目标 每一段时间 都有一个新的突破 甚至弯道超车出现 我们已经不再像i5那样 盲目扩大规模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我也坚信 中国基础床被卡脖子的问题 不会持续太久了 最后实事求是的说 在中低端的基础床上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 极具竞争力的 在普通基础床方面 我们已经是首屈一直了 那在中端基础床上 我们是相互竞争的局面 而且中国的基础床工业 也是世界上品种最全 产业最完整的 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的是 在高端基础床方面 我们的基础床 与世界顶尖水平 仍然存在着差距 但是随着中国的人才培养 工业发展 经济支持 日益完善 我相信中国的基础床工业 奋起直追 甚至完成逆袭 不会是一句空话 诚然我们如今还有诸多不足 但是我国的发展态势 是一个会让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都感到惊讶的 那如今我们所欠缺的 不过是时间的积累 而我们也可以相信 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一定能够迎头赶上 我是大黄 如果你跟我一样 关心中国 支持中国的发展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只眼片语 订阅我 了解更多中国故事